市长好 市长加油 市长谢国良特别颁发加菜筋跟饮料 为环保局清洁队员加油打气 感谢大家在台风前后努力清水沟整理环境 让大雨趋缓后积水很快退去 今天特别来我们环保局跟我们清洁队 主要是要问候我们同仁 在台风之前之后做了很多努力的工作 要来慰问他们的辛劳 在台风天来临之前 大家努力的就是清水沟 维持我们状态的稳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在整个淹水 在这个下雨强降雨造成淹水沟 其实水都退得非常快 大家都了解这个是创历史新高的这个雨量 而针对日前有网络贴文指出 有水沟盖长草没有清淤 环保局长马仲豪说 对此同仁感到相当委屈 市长谢国良表示 这样的举动是在打击环保局同仁的士气 因此他特别来为清洁队员勉力加油打气 有很多的队员其实心中是蛮难过的 因为大家对于这份工作都很热爱 同时也都非常的认真 所以也有部分的队员实在是看到网络上面的 可能近乎于霸凌式的这样子的表述 很多队员也自发性的来在网络上面 来做一些这个回应跟表达 我们认为基隆市环保局在长期以来 对于基隆市的清整道路或者是清沟都非常的认真 那希望市民朋友能够多给我们一些鼓励 因为我们在灾情期间不去谈这样的事情 但是现在灾后我想要请问 那个长了草的水沟到底地点是在什么地方 地址是在何处到目前为止人不可考 然而这样的举动只是目的是想要打击 环保局同仁的士气 我认为相当不可取 市长谢国良一一跟清洁队员握手致意 表达心中满满的感谢 肯定清洁队员在风灾前后努力清理水沟与环境 也呼吁外界给第一线清洁人员更多的温暖鼓励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